大家好,我是大臨時機醫院骨科林進行醫師 我們肩關節有三個骨頭 第一是公骨、肩縫鎖骨 這三個骨頭都會組成 它裡面有一些旋角肌腱跟其他韌帶 它會把裡面的關節給它一個穩定 旋角肌腱裡面有四條 第一是肩甲下肌、肌上肌、肌下肌、小圓肌 主要的功能是把關節給它包覆穩定之外 它的手舉高或者是內爪外轉 都是會靠這些肌肉群來做的 我們宣傳期間破裂了很多因素 第一個大部分都會有一個尖峰骨的位置 或者是有一個受傷 或者是有一些會跟工作的產面 有時候常常會手舉高工作的 比如說有一些農骨或者是木工 火器工 它是會比較容易手舉高工作的時候 它這個骨骨跟尖峰骨的中間給它一個擠壓 然後造成一個產生的磨損 然後久了之後這個會過年 然後破裂是會影響不大 但是會如果沒有機制處理 破洞越來越大的時候 造成一個肩關節的功能上的一個障礙 然後有幾個宣傳期間破裂 主要的原因是有時候會受傷 有時候會騎摩車跌倒 或者會有些運動 或者是不小心走路跌倒 會把那個鎖會撐到地上 會造成一個這個骨骨會把它往上頂 剛開始很多病人都會覺得說 這個破裂為什麼破裂還是可以動 因為裡面只有四條宣傳期間 如果其中一條有破裂 但是它的功能上是 影響力不是很大的 但是這個破裂都沒有去處理 然後可以影響到其他的肌腱的話 它會變一個越來越大洞 有點像我們的蛀牙一樣 那個小的時候沒有處理 又變了一個有破大洞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個比較難處理 那功能上面的影響力會比較會大的 然後手術方面會比較會困難 那宣傳期間破裂以後 每個患者都有問我說 需批要手術 那手術要不要手術 我們就看病人的年紀 他的那個工作的需求 那他有一個運動量的需求 我們來決定到底要不要手術 那加加上破洞的那個大小 也是一種我們考量的地方 比如說它的破裂比較大洞 手術上的困難度比較高 之後再回復 它的癒合也是比較會有困難 比如說小破洞 如果有些患者不想手術 我們就可以觀察 但是那個研究顯示說 如果有健庄的破裂 它會大概50%會變回惡化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定期要追蹤治療 如果他覺得它穩定 我們就不需要手術治療 我們做保守療法做復健 那工作量可能要減少 如果肩膀有疼痛 覺得卡卡的 然後有次要做復健 三個月半年都沒有改善 那覺得疼痛會越來越嚴重 或者是晚上睡覺都有不舒服會痛 或者是運動有些有限制 或者是覺得無力的話 比較建議找專科醫師做進一步的 比較詳細的檢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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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